大家好,歡迎收看今集的《時代觀景》 我是迎福曾 上星期我們一起思想的題目是 如果陳崇貴沒有留在中國 今天我們換另一個角度 看看在同樣的歷史處境中 另一群牧者的選擇 如果他們沒有離開中國 繼自文牧師是當時中國教會很著名的報道家 在1947年在上海創辦了中國報道會 在上海解放前夕去了美國報道 然後就來了香港 當在香港看到大量來自中國的難民的時候 他決定向這群難民傳福音 在49年8月 他在佐敦道的快樂戲院開始了國語聚會 沒想過很好受到歡迎 每次有成千人參與 最初繼牧師以為很快可以回到上海 所以每一次聚會雖然有幾十人缺制 但是他都沒有舉行洗禮 也沒有組織教會 但後來這個想法改變了 中國報道會就在香港成立 同樣來自上海的另一位著名報道家是趙濟光牧師 1946年在上海創辦了中國機構教靈良世界報道會 在49年10月1日 趙牧師舉家離開上海 在海路去了台北然後再轉來香港 49年冬來到香港之後 他首先在中環的娛樂戲院 同樣的借戲院去舉行國語的聚會 到51年的時候就正式在九龍創辦了靈良堂 我們看到兩位著名的報道家都離開了中國 然後來了香港 當時香港的報章也報道也提及了兩位人士 特別提及他們都用國語去聚會 很清楚地他們的目標都是一群流散的 一群離開了中國的難民和信徒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突破是他們都以戲院 成為他們報道的一個場景 在1950年2月當時的香港教聯會出了一個通告 他勸告信徒要小心復會 裡面特別提及的是 最近有教會熱身人士 租借戲院舉行崇拜 亦指出提醒信徒 應該去神聖莊的會堂 去復會 去守禮拜 而不是在戲院 因為戲院會吸引教會的年輕人 他們去戲院 也影響了教會的工作 對信徒的靈性會帶來負面的影響 這也難怪 因為這些戲院在平日上映像埃及香菲 這一類的電影 厭情的電影 一個這麼熟悉的地方 一個好像充滿著情慾的地方 怎麼可能成為一個敬拜上帝的一個地方呢 在以前的香港環教會 也有教導信徒 一定不可以在戲院看戲 所以連看戲都不可以 又怎麼可以用這個地方去敬拜上帝呢 當然今天這個教導已經很少聽到 今天這些戲院也不再存在 我們很難想像到在一個這麼大型的戲院裡面 繼牧師和趙牧師他們聲勢力竭地用國語去報道 當時在一個動盪的時代裡面 這些戲院用國語的聚會 似乎都適切地回應了當時一大群離散的人民 他們的屬靈上的需要 當繼牧師離開了上海之後 沒多久上海就發生基督教的控訴運動 而趙世綱也成為了控訴的重點 當時靈良堂世界報道會 控訴的對象就是趙世綱 認為他是一個美帝的敗類 是一個基督教侵略中國的工具 當時在上海的控訴運動裡面 特別提及我們應該控訴趙世綱 我們應該控訴趙世綱 不單單在上海裡面是這樣 當時連香港的大公報在1951年的6月 也有報道提及 趙世綱在上海逃離香港 然後在香港詆毀祖國 結果趙牧師看到在香港的形勢 在1952年7月他決定舉家離開香港 去到印尼 而繼志維牧師同樣地 他看到韓戰爆發之後 他評估香港和澳門不久也會失手 所以都離開了香港 將他的工作重心轉到東南亞 雖然兩位牧師先後離開香港 但是中國報道會和寧良堂 繼續留在香港 繼續去宣講福音 建立教會 另外一位在50年代離開中國的牧師是汪秘德 他是屬於中華基督教會 廣東協會 他是總幹事 在47年的時候也成為了廣州人制堂的主任 50年代初他留在中國 經歷中國的變化 他提及基督教要改變 我們教會同工也不能不改變 變就是重生重生就是自我的改造 他當時以廣東協會總幹事的名義 簽名支持炎耀中的三治運動 五一年他離開了總幹事的職位 全時間在廣州人外堂木陽 1956年的10月 汪秘德牧師探親的名義來到香港之後 就沒有回到廣州 他事後的表述是為了自由 有機會要事奉主 後來在中國教會裡面 也都因為這個緣故 批評汪穆斯是投靠了帝國主義的敗類 是徹頭徹尾的反動人物 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來了香港之後 汪穆斯沒多久就任中華基督教會 香港區會的總幹事 他出任這個職位長達26年 期間帶領香港區會推行多方面的改革 包括十年治療運動 報導運動、奮興運動 任內區會的堂會的數目有所增加 也更加重要的是他積極回應社會的需要 輕辦學校 到1982年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已經成為香港最重要的一個教會的辦學團體 也因為他在教育方面的貢獻 在1969年的時候他得到香港政府頒發MBE分校 不單單關心教育 汪穆斯也都很關心社會 認為需要向貧窮人傳福音 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 汪穆斯也是發起人之一 他積極向教會合一運動 先後白道當選為香港基督教協會的主席 就在1980年他就任主席期間 當時的中國大陸經歷文革之後 教會的重建 他在1980年主持香港教會的使命諮詢會議 也提出要關懷中國教會的口號 擺年3月中國基督教代表團訪問香港 一次一次歷史性的聚會 代表中斷了30年交往的中港教會的關係重新建立 對汪穆斯個人來說 這也是一次很難得、很具意義的聚會 因為他再一次重遇昔日教會的同工 部分甚至乎在1958年的時候 控訴汪穆斯指他是敗類、走狗的牧者 現在歷盡、傑波、兄弟在 相逢一笑、問恩審 過去的欣欣怨怨、風風雨雨也過去了 在80年9月汪穆斯帶領香港教會的領袖訪問中國 他說他對於文革之後中港教會的關係重建 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 我們和大家很快地去介紹了 繼哲民牧師、趙世光牧師、汪彼得牧師 我們同樣地去問這個問題 如果他們沒有離開中國 如果在1949年的時候繼哲民牧師、趙世光牧師沒有離開中國 他們會怎樣呢? 很明顯他們無法迴避整個中國教會的大歷史 所有在當時的中國教會的領袖 都需要面對參不參加三治 需不需要思想改造和學習 他們會不會成為控訴的對象 因為他們需要參與控訴其他人士 或者他們積極地參與三治 他們積極地參與控訴 在往後的政治運動中 他們會不會繼續能夠過關呢? 五年的縮反運動他們會不會成為反革命分子呢? 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他們會不會成為右派分子呢? 看回當時的中國教會歷史 很多參與了三治運動的教會領袖 因為他們本身並不是根正苗紅的左派 結果都在反右運動中成為被清算的對象 實際上看回繼志文牧師和趙世光牧師 都是當時著名的屬靈派的報道家 我們可以說如果他們沒有離開中國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成為一個重點控訴的對象 黃美林牧師經歷了五十年代初的政治運動 這也可能是他們為何在五六年來香港探親之後 決定不回到廣州的原因 為了自由 為了侍奉教會 如果三位牧者都沒有離開中國 香港的教會會怎樣呢? 如果他們趙牧師和繼牧師沒有離開中國 沒有來到香港 可能香港就沒有中國報道會 亦都沒有靈良堂 如果汪牧師沒有來到香港 往後的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 亦都沒有可能在他帶領之下經歷 那些變革 當然歷史不會說沒有了誰就不會發展 上帝在不同的時代仍會會藉著不同的人 去建立他的教會 去實踐他的使命 如果他們沒有離開中國 如果他們沒有留在中國 這個問題的確不容易去回答 背後反映了一個去和留的選擇 這個可能是個人的選擇 背後不同的考量 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掙扎 而每一個掙扎背後 或者每一個決定背後 亦都會引起不同的批評 不同的討論 我記得曾經同一個牧師 一個老牧師聊天 他同樣地在五六年的時候 曾經來過香港 他亦都很想留在香港 不再回去 因為他經歷了50年代初的政治運動 不過他決定先回去 安排好、請示好之後 他才希望回到香港 但結果就不可能了 後來我面對他的時候 我很想問一個問題 其實當時你有沒有後悔的呢? 不過這個問題我後來沒有問出口 有沒有後悔 這個問題在我們的生命中 如何回答呢? 或去或留 或者去和留本身 不是一個問題 我相信更加重要的是 到底去或者留 我們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我們如何面對我們自己的生命 我們如何面對上主交給我們的責任 今天去留也成為了香港教會 一個很真實的兩男 不同人士 基督徒或者牧者 面對的掙扎 如果我沒有離開香港 如果我沒有留在香港 這些問題可能在往後也不斷會纏繞 不斷會重新成為我們思想的問題 離開 留守 什麼是我們的照明 什麼是我們的責任 在每一個的決定背後 不容易 我們不單單是看一個的行動本身 我們需要看的是 我們整個的生命 我們如何藉著我們的生命 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如何回應上主 成為一個人 一個真實的人 一個盡忠的仆人 去和留 成為真實的人 成為一個 主忠實的門徒 我們今天的時間到這裡 下個禮拜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